巴水老先生使用瓦斯不慎引发民宅气暴 16号上午桃园观音一处民宅突然瓦斯气暴 附近邻居听到了爆炸声也吓了一大跳 出门查看就看到了惊人的火势 老先生全身有52%度烫伤还在医院治疗 他的妻子伤势较轻但也有4%的一度烫伤 就医返家后仍余悸有存 客厅物品全被炸得东倒西歪 走进厨房更夸张 橱柜门整个变形昭黑 就连天花板的电扇也面目全非 突如其来的瓦斯气暴发生轰然巨响 80多岁的老夫妻全受伤送医 16号上午桃园观音这处民宅发生瓦斯气暴 当时疑似是老先生准备开火煮东西 没想到使用瓦斯不慎引发气暴 老汪全身52%烫伤 人在医院救治 而老太太伤势较轻 全身4%一度烫伤 凡家后仍心有余悸 打不开啦 他一直开啦 爆炸就对了啦 发生气暴之后 焦黑的家具还有瓦斯桶 全被移到空地广场 到底为何突然发生气暴意外 还有待厘清调查 记得临住池塘桃园保抖